色彩它不完全是宗教 这个是儒学的特点 那么儒学在西域镜头有表现吗 有着种种不同方式的表现 不要仅仅把儒学看成了道德之学 这是简单化了 所以对儒学的简单化 儒学实际上还有心性之学 这么一个观念在里头 咱们刚才也说 从孟子开始 特别讲心性之学 虽然在孔子那不太讲 但到孟子那讲得非常明显 心性之学 那么这个心性之学一直衍生下来 到后来成竹理学 你们把这种孟子传下来的 这个心性之学和道家的学问 和佛教的学问融合在一起 就成为理学 那就成为理学 这个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么另外一个咱们可以看到 道教和佛教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呢 有虽然他们都是宗教 但它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观念上的不同 那么我个人都理解了 这个在宗教学上也有不少学者这么论证 就道教实际上是以生为主的宗教 佛教是以死为主的宗教 道教是乐生 佛教是乐死 它不一样 它不一样 道教总是讲长生 长生不老 佛教总是讲来世转生 你怎么怎么的幸福 或者说死了以后你不会下地狱 你会生天堂 佛教是这么讲 道教不管死了以后怎么样 反正你先活着先活着痛快一点 道教是乐生的 叫你长生不老 永远不老 永远身体健康 那当然很高兴 所以你就可以明白 为什么在民间道教的崇拜 要远远多于佛教的崇拜 道教的寺庙的香火 道观 道观的香火 有的时候远远胜于佛寺的香火 而佛寺里头往往会掺杂一些 一些道教的东西 把三教的东西都融在一起去 尤其是道教侵入了佛寺当中 这些很复杂 这在民间的东西就很复杂 但这也可以看出 用这个观念你来看 西游记也可以看出它的种种的特点 那么这是心学 从哲学的层面上来看 思想的层面来看 而不是简单的从宗教层面来看 它是一种象征性的文本 不好解释成一种宗教的象征性文本 为什么 咱们后面还会讲 那么还有一种观念呢 就是游戏说 游戏说是自从二十世纪初引进了西方的文学观念 文学思想以后才加以强化的一种观念 实际上认为西游记有游戏的色彩 这个是古人就说过 但他不强调这一点 不强调这一点 那么欲教于乐嘛 他觉得教还是重要的 乐是欲者教的含义 乐才有意义 而到了二十世纪以后 像胡适 像鲁迅 接受了西方的文学观念以后 用非常鲜明的游戏说 来解释西游记 因为在他们看来 文学有一个很突出的特征 就是游戏 不仅仅是西游记 但西游记是一个很鲜明的表现 那么有没有道理呢 大家也可以在进一步思考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 有一种观点占了上风 就是说双重主题矛盾说 认为前半节 那个帽子第一回到第七回 这是反看的主题 后半节 西天取经故事的 那么这是正义和非正义之间 看争的这样的一种主题 这双重主题是矛盾的 因为从前一重主题来说 它是反看 那么正义的一方 应该是在孙悟空这边 而后半节 西天取经整个故事 是正义和非正义的 那么变成孙悟空和 以玉皇大帝为代表的 天庭之间的反看 转化了 变化了不是转化 完全变化了 矛盾了 相矛盾了 相矛盾了 本来是孙悟空反看天庭的 结果他皈依投降天庭了 甚至有人用了 农民奇异的话语了 叫做孙悟空接受招安了 孙悟空接受招安了 这个是由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 张天逸先生首先提出来的 他认为这个是招安了 所以也写进文学史当中去了 但是后来的文学史又进行了 觉得这个太僵化了 接受招安矛盾太僵化了 因为你这个矛盾 你是觉得大家读起来不舒服 现在大家读起来很舒服 就是孙悟空接受招安来保护 长生西天几天觉得都对 应该这么做 那么招安怎么能对呢 招安不能对 所以他叫转化说 采取一种办法叫主题转化说 那主题转化说 前面是反抗的主题 后头是追求正义的主题 那么一以贯之的是 孙悟空的行为 因为孙悟空在反抗的时候 也是正义的 也是正义的 只是正义的这个方式有了变化 这叫转化 等等解释 我认为所有这些解释 都过于拙实了 都过于拙实 因为咱们在 现在当然还有很多新的思考 那现在有的人认为 西游记是宗教小说 有的人认为 西游记是市民小说 我看有的同学写那个 思考题的回答的时候 也用了市民这个概念 关系市民 咱们后面讲三样二拍的时候 在讲这个问题 有的人认为 西游记更抽象一点 是提倡一种进步思想的主题 那么什么叫进步 什么叫自由 什么叫正义 什么这些都得再考虑 什么叫进步就有问题 那就有问题 什么是进步 咱们不能说 现在有小朋友在小学里上学 那么在小学里上学 人家都是评商好学生 优秀学生 那么最后一名 啥也评不上 叫进步奖 进步奖 什么叫进步奖 就是你今天比昨天好了点 当然你还是最后一个 那你还是最后一个 这叫进步了 你有一定进步了 就像现在股市一样 是吧 本来昨天千点跌到了三千点 那么已经跌到了两千点 一千点 现在好了 所以这一千九百点到一千九百零一点 叫进步奖 代表离人家那个三号学生好远 人家六千点 离得太远 但是不管这叫进步 这是一个很虚的概念 很虚的概念 所以咱们现在用这个观念的时候 大家得注意 所以说明代某些作品 或者元代某些作品 表达了进步思想 什么是进步 跟谁比进步 它进步到了什么程度 你要注意一点 大家要注意这个进步这个概念 不能乱用 还有人认为呢 这个隐生呢 胡适他们的观点 认为西游基完全的 绝对意义上的都是一种游戏的作品 游戏的核心 就是人的心性的自由 人的自由 因为游戏嘛就是玩嘛 那一种自由的过程 一种释放人的自由本能的一种过程等等 找了很多这些观念来产生西游记的主题 我觉得在解读西游记的思想意义 或者说主题思想的时候 有两个前提是必须注意的 其实咱们在研究任何问题的时候 首先要把它 按照这个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首先要把它搁在一定的条件下 这就是时间和空间的一种条件下 那么像西游记这样的小说也是一样 咱们要搁在一定的条件下 这个条件是什么 这个条件不是你万在加给他的 是他内在的一些特点 内在的特点是什么呢 首先咱们看到它是一种幻想性的作品 西游记和三国志演绎 水虎传和红楼梦等等都不一样 它是一种幻想性的作品 换句话来说 它构成的是一个非现实的艺术世界 要解释西游记 首先要认定 它构成的是一种非现实的艺术世界 这也都是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 它构成了一个艺术世界 这个和三国水虎 红楼梦 金平梅等等都一样 都是艺术世界 艺术世界本身就有着虚构性的特点 这是第一个前提 第二个前提 它这个艺术世界和别的艺术世界不一样 它是非现实的 所以它不仅仅是虚构性的 而且是幻想化的 抽象化的 带着一种抽象性的特征 带着某种象征性的特征 你不能把它做实了 在任何意义上 你都不能把它做实了 换句话来说 虚构的作品 在某种意义上 你还可以做实 但是 幻想性的作品 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做实 比如说 它表现的可以是一种 黑暗和光明的对立 表现的可以是一种 骄傲和谦逊的对立等等 它是一种抽象的品质 抽象的精神 抽象的观念 但是你不能把它做实了 说这个黑暗和光明的斗争 就是地主阶级和龙龙阶级的 龙龙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等等 你都不对了 不能做实 这个黑暗可能是 龙龙阶级的某些品质 也可能是地主阶级的某些品质 它是把它抽象出来了 它是一种幻想 就好像咱们现在看 这个科幻的作品 童话的作品 比如看现在正在热 开始热演了 阿图梦 阿图梦 阿图梦的作品 阿图梦是龙龙其义的领袖 那行呢 好像觉得不那么对 不那么对 因为它幻想抽象了 它抽象了 抽象是阿弗洛的某些 观儒的善良的正义的等等的品质 它构成了这样的一种对立 构成这样一种对立 不要把它做实了 那么既然是抽象的东西 就往往具有很强的象征性 它既不是指向一个具体的现实的事物 同时它又有着很大的涵盖面 就是它既不是指向某一个 但它很可能是某一类东西的一种抽象 那么它既不是指向一种特殊的物质上的层面的东西 而是指向一种精神上的东西 所以你阐释的时候 要注意它的象征性的特点 要注意它的精神性的特点 那么拿这种象征性 心神性的特点 来解释 来阐释西游记 可能你能得到更多的体会 因为有一个道理非常简单 因为当时我在一个讲座上 在咱们现代文学馆的讲座上 讲西游记 那么讲西游记以后有人就给我写信 还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很著名的一个专家了 很短的一封信 就是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因为我讲的就是个精神性抽象性这个特点 讲的就是认为一个很简单的观点 就认为苏武空反抗天庭的行为 不能坐实为荣民起义 不能坐实为荣民起义 不能简单地坐实为一种反抗的行为 因为一旦坐实为荣民起义 你一旦坐实为一种反抗的行为 你就有了一个立场 就是这种荣民起义 这种反抗的行为 不管怎么说 即使像李奎那样 一板斧砍过去砍倒那么多老百姓 但它还是正义的 还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它是革命的行为 革命就要有流血牺牲 它就是这么一种特点 它从性质上去判断你一推再推 如果你拿这个观点来解释的话 你就会明白 当你这个大闹天空这个故事 儿童在欣赏的时候 小孩在欣赏的时候 他也拿起金箍棒 把你的家庭 把你那个学校 那个幼儿园打得稀里哗啦 所以反抗天庭 反抗统治 能行吗 你能张扬这样的一种反抗精神吗 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 所以在这些方面的时候 你一旦把它做实了 它有很多东西你不好解释 与其把它做实 你不如把它抽象成一种精神性的东西 抽象成一种象征性的东西 这样更有意义 那这是一个特点 那么精神意象中 它就更多有了一种普世性的特点 那么第二个方面 第二个前提 就是像这样的作品 的确有着胡施鲁迅等人说的游戏的特点 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写作当中 带有幻想性思维 带有虚构性思维的这种写作当中 一个核心的特点 就是虚和实 真和假的关系 作者在否定某种东西的时候 他并不是把这个东西 当成一个具体的对象来否定的 而是把这种东西 当成一种抽象的精神来否定 比如说他嘲笑观音菩萨 他就否定观音菩萨了吗 他嘲笑如来佛 他就否定如来佛了吗 他嘲笑唐僧 他就否定唐僧了吗 那么这种嘲笑是几乎指向所有的对象的 苏文库他嘲笑吗 他随时随地地嘲笑苏文库 他嘲笑猪八戒 当然有一个人文他是从来不嘲笑的 大家知道是谁 昔日镜头几个一师三土 咱们不讲那个白马一师三土 这白马也是土 应该讲一师四土的 因为五行相克 大家知道五行这一定是五个 这是能够完整的解释西游记 应该是五个 金木随火土应该是五个 那么咱们暂且不讲白马 一师三土 有一位是几乎没有被嘲笑的是谁 沙僧 沙僧 咱们后面就要讲这个 几乎不被嘲笑的这个人 为什么 但是其他人都被嘲笑 正面的反面的谁都嘲笑 唐僧他嘲笑的 可能唐太宗他也嘲笑 连皇帝也嘲笑 好的皇帝 唐太宗是正面皇帝 他也嘲笑 他的嘲笑 他的戏谑 他的调侃 他的调侃 或者说西游记的核心的因素 是一种幽默 咱们知道他一旦是幽默 而不是讽刺的时候 幽默和讽刺有个 核心性的区别 就是讽刺一定是带着 鲜明的倾向性的 而幽默不是 幽默不是 幽默可以拿非常正经的东西 也来调侃 但是不是不相信 他是相信他 所以这是幽默和讽刺 一个核心性的区别 换句话来说 西方的喜剧哲学 在解释幽默和讽刺的时候 他们有个核心性的认识 就是幽默是什么呢 幽默是人处一种自由的 平等的这样一种社会状态 和精神状态的时候 所产生的一种效 这个幽默 为什么有幽默呢 因为是平等的 因为是自由的 那么为什么有讽刺呢 反过来了 就是因为是不平等 因为是不自由 只有在不平等不自由 感觉到一种愤慨 一种悲愤 甚至是一种 难以抑制的这种愤怒的时候 他转化为一种讽刺 所以鲜迅说讽刺 是一个匕首 是刺向敌人的匕首 因为他是 真是真想杀人的时候 才用匕首 幽默不是 幽默和讽刺 有本质性的区别 而西游记读起来 不管他在讽刺 他在嘲笑谁 他在调侃谁的时候 都带着一种幽默的心态 所以大家得注意这一点 不能把西游记里头 这种幽默调侃的东西 通通当争 通通当争 比如说 你就不能够简单的用好人 或者坏人 简单的用善和恶 善和恶已经是一种 比较抽象的 是吧 来界定西游记里头的 这些人物 这些现象 西游记里头很多故事 很多人物 你不好简单的说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是善还是恶 有的可以 有的不行 所以这是 解读西游记思想意义的时候 两个前提 第一 它是非现实的艺术世界 我这里强调的是非现实 第二 它是游戏之作 它是游戏之作 有的这两个前提 你阅读西游记的时候 你就有一种距离 有这种距离 审美是需要距离的 而这种距离 在西游记这样的作品当中 在阅读西游记这样的作品当中 不管你 是不是感觉到它 是不是自觉的把握到它 实际上你都有这么一种距离 都有这么一种距离 这个咱们得注意到 那么后面咱们简单的讲一讲 西游记的两方面的意义 一个是社会意义 一个是象征意义 很简单的说一下 第一个是社会意义 就是对现实事态的一种讽刺批判 咱们说西游记是有的 但它就完全没有讽刺吗 不 它还是有讽刺 它是有讽刺 所以在这个讽刺 这些讽刺批刑 则取当时事态在这个意义上 咱们来看西游记的某种特点 就可以看出它的社会性的特点 那么在幽默这个意义上 咱们可以更多的看出它 象征性的特点 这是它在不同的角度 它主要是一种幽默作品 但是它也带有讽刺 而这些讽刺的东西 往往是摘取了现实社会当中 某种丑恶的东西 加以抽象化 加以形象化做到了表现 幽默西游记里头 有很多明代的时代色彩 明代的时代色彩 比如说西游记讲到了锦衣卫 季晒国里头有所谓锦衣卫 锦衣卫这个建制明代才有 西游记里头讲到了私礼监 太监的所谓私礼监 讲到了借鉴外宾的所谓会同馆 这是在诸子国里头 而这两个建制也是明代才有的 它也是明代才有的 比如说西游记里头讲到唐太宗朝 它明明背景是唐代了 那么讲到唐太宗朝 也所谓大学士 这个大学士唐代没有 没有这种官职 这种官职是到了明代才有的 所以在这样一种描写当中 你可以知道西游记是有意的透露出了它的某种时代的特点 完全是假的 因为它写唐代 但是它在假的里头 在虚构的里头 在那个历史背景当中 它要拉到现实社会当中给你一种现实感 这是西游记的写法 《红楼梦》的写法刚好反过来 西游记的写法是借唐代的东西 来写明代的社会 让你感觉到一种现实感 它不是让你把它做实 但是要让你感觉到 我虽然写唐代 但都发生在你的身边 这件事情还都在你的身边 古以有之 那么《红楼梦》完全相反 在《红楼梦》里头 你看不到任何一个确定的年代的标志 它的官职 它的地名 自称精明等等 它的地名官职 它的服装用品等等 你很难去判断 它是明代的东西 是唐代的东西 或者是清代的东西 更不是清代的东西 更不是满足的 所以这些你没有办法判断 它有意地把你拉到一个虚幻的历史空间里头去 它不给你做实的历史 而西游记恰恰做实 这是中国古代艺术家在处理虚实 这两方面关系的一种技巧 越实的东西 我越要给它虚化 越虚的东西 我要让它实化 让它实化 去体会它内在的含义 那这是中国艺术家的一个独特的特点 而不仅仅是这个小说是怎么做的 大家如果看书法 咱们后面就是一幅书法 但不算太好 还可以 书法也是一样 就是虚实 在虚实之间 因为书法你不要看它的字 看它的内容 看它写什么 不是主要的 看它那个黑白之间的那种构成结构 给你的一种视觉的艺术 视觉艺术的感受 这是主要的 那这是主要的 所以在虚实之间去构成一种艺术世界 这是中国艺术的魅力所在 那么有人这个痕迹 他实际上就告诉你 我写的是唐代的东西 我写的是虚构的东西 因为孙悟空猪八戒全是假的 那么我写的是这样一些东西 但是 它有着现实社会的特点 我写的是西天曲经所经过的 种种的国度 但这些国度 都是现实社会的一种象征 或者一个影子 比如说神的世界的整个构成 咱们知道要理解中国的神的世界 一个最好的蓝本就是西游记 你要看道教的书 看神的结构 从玉皇大帝 到底下一系列一系列的结构 神官神将 先官神将一系列的结构 一直到什么龙王 一直到阎罗王 这个结构很复杂 要仔细地分析这个结构 你可以看一看西游记 它构成了神的世界的一个权力组织 而这个神的世界的权力组织 这个结构方式 结构模式 从哪来的呢 从现实社会里头搬过去的 所以这二者之间 显然有这种联系 神的世界 是现实世界的一个投影 当然仅仅是一种投影 那么这种投影就是一种象征 一种抽象 那么你可以说对玉皇大帝 对先官神将 对龙王 对阎罗王等等的嘲笑 调侃 揶揄 甚至讽刺 都是对现实社会当中 皇帝和各级官吏的 调侃讽刺 这是可以的 但不要坐实 不要指说玉皇大帝就是明代的某个皇帝 那么台上老君就是明代的某个官 不能坐实 但是可以抽象 可以抽象 所以你看到了 他写的这些国王 大部分都是荒淫无道的国王 这是对现实的一种认识 一种抽象意的认识 国王荒淫无道 最荒淫无道的当然就是比丘国的国王 他为了长生不老 这是道教的 所以有的同学说 这个西游记对道教的批判 要多于对佛教的批判 有一定道理 那有一定道理 那么比丘国王追求长生不老 所以有个妖怪就变成了南极新温 献了一个很美丽的驴子给国王作为王后 他自己就被分为国障了 国障了 就是老岳父了 那么这个老岳父就给国王献上了一副 长生不老的仙方 而这个仙方的配方是非常独特的 要用1111个小孩的心肝熬成汤做药影子 那后来练这副药 而这1111个小孩要在同一个时间里头 取出那个鲜活的心肝来治才行 那同一个时间你要是先割好了 给他冰冻起来那不行不新鲜 那一定是要一个时间里头 来杀这个1111个的小孩来取他心肝 所以就把这个小孩给抓过来了 关在鹅笼子里头 关了一个一个小孩 关了好多 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 这个西游记电视剧没有描写那种场景 因为这个场景既滑稽又恐怖了 你想这1000多个鹅笼子里头 关了1000多个小孩 咱们到幼儿园去百十来个孩子 这一哭都闹死了 这1000多个孩子搁在宫廷里头 那哇哇叫哇哇哭 是个什么场景 那是个什么样的场景 那么这当然是夸张的写法 但用这种夸张的写法来写 在皇帝对长生不老的追求 有没有他现实的影子呢 显然有 显然有 因为明代的嘉靖皇帝 弘贼皇帝 嘉靖皇帝 这两个皇帝 就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 就是迷信道教 迷信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尤其是嘉靖皇帝 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这个你迷信道教 你祭祀你到道观去祭祀就行了 他不 就要到道观去祭祀太麻烦了 他在宫里头建教堂 建那个祭坛 在宫里头就建一个很大的祭坛 那么每天上朝就先去祭 找一些道士天天在那 把皇宫闹得乌烟长气的 乌烟长气 他想长生不老 就让大家献方子 献方子吃了谁的药 吃了觉得谁献的方子 越奇特越有用 谁生的瓜就越大 而长生不老 是对将来的追求 因为还不知道能活多少税呢 是吧 那么他还要追求房中术 就是即时的享乐了 那么即时享乐 给他献房中术的方子 谁献的方子管用 他就给谁分个打官 分个打官 就这样的一种状况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孟僧先生 咱们在参考书们都列举了 孟僧先生的明清史 讲一顶头有很多例子 那有很多例子 所以把现实社会当中 皇帝对道教的这种崇拜 荒唐的这种崇拜 抽象化了 抽象化了 那么你不好说 比如说比丘国王就是洪志皇帝 或者就是嘉靖皇帝 但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显然是存在着的 显然是存在着的 那么大阳这个小说当中 还有很多业余世代 涉笔成趣的地方 那些涉笔成趣的当然 咱们就不多说了 大家看一看小说 随时可以看到这些方面的特点 那么社会意义构成 有一个核心性的东西 值得思考 就是我刚才讲到了 他的这种社会理批判 或者社会讽刺 咱们不能坐实 为什么不能坐实 你看一看他神魔世界的构成 就可以知道了 经常讲神魔小说 是神和魔之间的矛盾 或者说说的严重一点 神和魔之间的冲突和斗争 是这样吗 你仔细读作品 发现不是这样 发现不是这样 因为魔和神之间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就有了游戏的特点 因为很多魔 是神有意放出来的 来考验唐僧师徒 既然是有意放出来的 它能再什么兴奋作怪 作为罪魁祸首应该是神 而不是兴奋作怪的魔 所以这两者之间 在很多场合 不够成为绝对对立的关系 这是值得注意的 好 咱们先休息一下